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岳哥,有请信了朋友们多观看多关注多订阅多打赏支持 我们首先就来看一看现在在中国大陆关于病毒的清零说以及共存说依然是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病毒的防控措施涉及到很多人,包括我们海外的一些华人朋友啊亲戚同学也在中国国内 所以中国高层会不会在策略上有所松动呢 8月11日,不少媒体包括中国的央媒以及香港的媒体都提到了蔡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在8月9日的一次讲话 有一些解读就认为她是在回应关于共存说和清零说的争议 蔡奇是怎么说的呢? 因为中共的会议确实有不少党八股的现象比较的严重 在这里我就择其要点 她就强调首都北京的疫情防控关乎国之大者 必须始终保持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的状态 用了两个成语 接下去她又说要扛起责任 严防死守 扎紧篱笆 科学精准有效 落实防控措施等等 所以根据她的表述浅词造句 北京的疫情防控手段 李姐称为清零说 那应该也是正常的 北京的情况比较特殊 因为再过六个月冬奥会要举行了 然后明年的秋天 中共的二十大又要举行 所以所谓的国之大者 其中应有之意 指的是这个 那么在北京之外 中国别的城市会不会放宽防疫措施 搞所谓的共存说呢? 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点 中国的灭活疫苗 这个是中国人普遍接种的疫苗 国产的灭活疫苗 它比较的安全 但是有效率保护率 相对西方的疫苗 特别是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保护率偏低 根据钟南山的说法 保护率大概是73%左右 所以呢 中共的高层 是不是能下这个决心 要打一个问号 第二点 在中国要搞所谓的 与病毒共存的做法 那对中共的官员 特别是基层官员的治理能力 提出了非常高的挑战 举一个最迫近的例子 河南省郑州市 这一次的水情灾情中 郑州这个省会级城市的 一众官员的管理能力 特别是应急能力 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你说和病毒共存 但是到了中国的基层 网格 社区 街道 然后再加上警察 医院 各个部门究竟怎么样来衔接 恐怕一时半会儿 还拿不出这样的方案 清零的做法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刀切的做法 对于中国的基层官员来说 可能这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选择 也有朋友提到 搞清零说 对于基层的这些人 他们有利益的好处 比如说隔离酒店 那么隔离的费用是被隔离者来出 地方的政府 以及酒店的老板 都有实惠 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在中国的一些县级市 打疫苗是非常混乱的 不问年龄 不问身体健康的状态 只是非常快速的看一看身份证 然后就来打疫苗 疫苗是公共财政买单的 在紧急的情况下 现在也没有看到一些县级市 在购买疫苗的时候 会有相关的公式 所以这个中间 确实存在着 疫苗的供应商和相关的官员 利益勾兑的可能性 第三点 那就是从政治层面来看 现在关于共存说 清零说的争议 已经深刻成为了 治理能力之争 甚至是政治制度优劣之争 高强 中国卫生部的原部长 8月7日 他在人民日报客户端 发表的文章 也能够看到 他说了这么一句 将疫情反弹的责任 推给病毒变异 这种观点 实际上掩盖了政府 抗疫失策的责任 是一种新型的甩锅和谢责 其实他批评的就是 英国和美国的做法 同时也是在警告 中国的一些所谓的专家 结合蔡奇前面的说法 北京的做法 当然中国很多地方的做法 看上去呢 还是在做清零的努力 这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要求 至少是一些官员 他认为是自己身上的一个政治责任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 还有几个国家 澳大利亚 纽西兰 新加坡等等 也是在推行病毒清零的策略 当然严格的程度 不一定完全一致 未来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 不断的增大 新加坡已经开始做调整 但就中国来说呢 中短期之内 似乎空间并不大 我在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 现在在湖南省非常美的旅游城市 张家界 有1200多位游客滞留在那里 因为7月底 张家界就突然发生了疫情 从7月底到现在是8月11日 他们待了差不多是半个月了 住酒店的费用 当地财政那确实是买单了 但是有朋友抱怨 住酒店隔离 那也是像坐牢啊 管理非常的严格 像这样 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用餐之前都得登记信息 非常的严格 而且湖南的菜 种油比较的辣 很多外省人 一时半会儿也吃不惯 当然多久能够回家 思乡心切 很多人都已经需要心理医生了 从这个角度 这个事情也能够看出 中国的疫情防控有多么严格 接下去我们就快速的来看一看 阿里巴巴的所谓的破冰丑闻 现在涉事的组长已经被开除了 有关业务的两名高层 引咎辞职 而在案发地点济南市 公安部门正在调查取证 8月10日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就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 这篇评论写的比较的简单 但是也很实在 主要的核心就是两个意思 第一点 违反法律的行为要严惩 第二点 深层次的企业的霸凌文化 九桌文化等潜规则问题 同样要铲除 那么考虑到有可能会影响到司法 或者说公安部门的调查 这篇评论还特别就提到了 警方目前正调查取证 若有人员违法犯罪 必受法律严惩 所以评论还是体现出了一定的分寸感 关于喝酒中国的酒文化 应该说有年头了 酒这个东西增加人的胆量的同时 降低人的智慧 所以把持不好的人还是要小心谨慎 当然有一些人也是浑水摸鱼 在中国的企业文化里 要有酒气 要有匪气 要有霸气 有的时候还要有财气和运气 这个都理解 但是凡事要有一个度 阿里会不会因为这样的事情 受到更多的整肃 现在很多人也非常的关注 刚好彭博社也做了一篇报道 就是说 为什么习近平在眼下的这个时间点 对于中国的科技巨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整肃 透过对专家的访谈 彭博社给出了以下几个意见 那我就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第一点从宏观上来说 过去的五年中太多的外部事务 就束缚住了习近平的手脚 这中间主要就是中美的贸易纷争 以及新冠疫情的应对和处理 那么眼下中美的关系的格局比较的清楚 习近平看上去也没有太多的念想 而疫情实时防 事实防 眼下就是这样的格局 所以习近平就可以腾出手来打击 这过去几年快速发展起来的这个科技巨头 第二点 从中共的全盘考虑来说 过往包括对腐败的打击 而眼下对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的遏制 中共就把它作为提升中国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 有力的工具 而且总体上来看 对大公司的打击就将导致更多的初创公司 有喘息的空间 并总体上来提振经济 这个是相关经济学者的分析 第三点 对习近平个人而言 因为明年对他本人也非常的重要 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看上去没有悬念 那么眼下的众手能够让他 获得更多的来自所谓的普通群众的欢迎 也有利于他领袖形象的打造 基本上是这三个观点 专家们还预计习近平的一系列的众手打压 还会持续下去 只不过下一个目标是谁呢 一切都有变数 专家的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您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来留言 接下去我们看8月10日的消息 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就对外宣布 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的大使 想而易见北京方面是在强调关于台湾的很多的事情 涉及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 那么先看看立陶宛的表态 说的比较的让人玩味 首先当然是表达了遗憾 同时呢又重申立陶宛本着一个中国原则 决心像欧盟和世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 发展与台湾的互利关系 而且还为强调立陶宛会维持自身的政策 因为立陶宛所实行的不只是自己的政策 也是许多欧洲国家的政策 而对于中国第一次召回欧盟成员国的大使 在这个关键时间节点 欧盟毫无疑问也做了表态 这个表态可以看到西方媒体的解读呢 欧盟对中共到底是硬还是软 一些媒体的说法并不一样 所以外交辞令确实是兜兜绕 我们看一看欧盟方面是怎么说的 原话就是强调对中国的行动感到遗憾 并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而且欧盟还阐明了中国这一做法 他们是怎么理解的 那就是从根本上说 这是中国和立陶宛之间的双边问题 但是中国与欧盟个别成员国双边关系的发展 也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欧盟整体与中国的关系 欧盟的相关发言人还表示 欧盟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政府 但同时欧盟也有兴趣与台湾进一步深化关系 因此欧盟在台北设有欧洲经贸办事处 而且欧盟也不认为在台湾或是台湾前来欧洲 设办事处违反了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 所以综合来看 中国方面对匈牙利的做法 那显然是担心会影响到中国和欧盟的关系 但是涉及到台湾这个所谓的中共认可的核心利益问题上 中国方面的选择空间又比较的小 现在中国大陆的专家已经放出话来了 如果说立陶宛还有进一步的大动作 那么中国方面很有可能不排除和立陶宛断交 如果说断交那就是非常罕见的了 最后是一则简讯短消息 已故的湖南公运领袖李旺阳的妹夫赵宝珠 那么在8月10日就因为病就去世离世了 62岁 很多人已经不知道谁是李旺阳了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 所以很有必要议题 李旺阳是湖南的少阳人 因为支持八九学生运动 他前后是做了20多年的牢狱生活 2012年的时候 6月初就离奇自杀 太多太多的疑点 当时香港的媒体有非常多的报道 李旺阳的妹妹叫做李旺凌 以及李旺凌的老公 也就是李旺阳的妹夫 赵宝珠多年来为他寻求真相 9年来这对夫妻是长期遭到邵阳警方的监控 赵宝珠生前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说过一句话 希望在我去世之前 能够看到民主中国的到来就好了 自由中国一个民主的中国 而我现在这个样子看来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因为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是病入膏肓 看到中国还有这样的人 这么硬的骨头 这么硬的湖南人少阳人 向他们致敬 那就是今天这个时间段的大人新闻 我是岳哥 有请朋友们多观看多关注 过往我在中国大陆 以及海外的机构媒体 担任过记者编辑 高级编辑 以及特约记者 很开心 有机会和朋友们多交流和分享 渴望得到朋友们的评论 订阅 点赞 转发和打赏 谢谢各位 让我们下期见